在生活人人有责 生活导报为您服务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共享阳光 今晚8点 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正式闭幕 接下来将进入到北京冬残奥会的时间 本届冬残奥会 我们省也有许多运动员参加 目前他们已经转讯去北京了 在进行之前 我们的记者有幸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冬残奥会的重要项目 高山滑雪 高山滑雪运动将速度与技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具有很强的观赏性 更是考验了运动员的上肢力量与平衡性 是技术与竞速结合的一个项目 最终得分是按滑行时间计算的 时间越短 成绩越高 刘思彤今年24岁 肢体三级残疾 他就是今年 冬残奥会高山滑雪的国家队运动员 为了今年的比赛 他已经备战了几个年头 我最开始练的是手要自行车下的项目 然后当时有一个契机是中国提倡三级人上冰雪 然后我的教练说你要不要来挑战一下高山滑雪这个项目 因为高山滑雪在咱们中国比赛 然后中国是三万奥运成功嘛 说你来挑战一下嘛 这样我就转到了高山滑雪这个项目 参加残疾人高山滑雪的运动员 计算系统判定 残疾人高山滑雪除了正常使用雪板 雪杖 雪鞋等运动器材 还可以使用如滑雪保护装置 甲织等辅助器材 好的那么因为参加这个冬残奥会的运动会的这个队员啊 现在正在集训期间 所以呢我们无法进入到这个培训场地进行采访 那么今天呢我们联系到了这个运动员刘思彤 思彤你好 思彤我是很漂亮的一位小姑娘啊 很高兴啊今天能跟你做上这个视频的连线 那思彤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就是说你即将参加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项目 我将参加的是残疾人高山滑雪的项目 然后高山滑雪分为五个小项 分为滑降 超大 全能和大回转和小回转 那这五个项目你都参加吗 我是说这五个项目你都参加吗 还是选择其中的几项 对这个五个项目目前我现在是都会参加 我们都知道其实呢作为这个滑雪项目 对于正常这个身体状况的人来说呢 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为他要考察的是速度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从这个高山下来要克服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 那四头呢作为这样一位残疾人运动员 当时您在选择这个体育项目的时候 这个心理状态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最开始我也是 因为我也是个从新手小白转换到现在的专业选手 因为开始我们穿雪板就像脚底抹油一样 也不知道无从做起 也是慢慢慢慢一步 真的是一步一步摔过来的 因为高山滑雪是个特别容易摔的项目 尤其在小回转当中 我们是要抽打骑门的 骑门是要抽打在自己身上的 这样才会有更近的距离 基本上我每天我的身上啊 胳膊上啊 或者是我的肩上啊 就是每个胳膊的内侧外侧 基本上都是轻的 一定要回转的时候 因为有速度再加上肝的重量 一过它的时候 就会抽在身上 就会特别特别疼 思同所说的抽打骑门 是高山滑雪比赛中的重要内容 在高山滑雪的回转比赛中 运动员需在同一天 与两条不同赛道分别滑下 两次成绩相加后 同一级别中 用时少者排名在前 高山滑雪场依山而建 回转比赛场地高度差 为140米至220米 骑门数量为场地高度差的 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 一个回转门只设两个门杆 无骑门部 回转赛要求运动员快速地完成 所有的转弯 运动员可以根据地势 巧妙地选择自己的路线 运动员高速通过骑门时 经常会撞到骑门杆 这就是抽打骑门 尽管每天的训练如此的艰辛 可作为国家队的一名运动员 刘思彤从未想过放弃 只为这一个简单而单纯的信念 当然是很开心很自豪了 因为是在家门口的奥运 我能参加 我感觉到很自豪很骄傲 刘思彤是我们辽宁省葫芦岛市 随中线人 作为辽宁老仙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你加油 我估计